废弃的环保陀螺 其实废弃物就能够有大妙用 有一个77岁的谢全妻 她因为一次买陀螺给孙子的姻缘 就激发她开创了环保陀螺的想法 这个废弃的塑胶碗啦 甚至是化妆空瓶盒等等 经过她的创作之后 都能够化身为环保陀螺 她还因此经常受邀到学校教学 我家里面也没洗碗 可以把它做起来 贝气的棉洗碗甚至宝特瓶 通通化身为造型炫酷的环保陀螺 谈起会投入环保陀螺研究 从中华电信退休 今年77岁的谢全妻说 全因为10年前在夜市买陀螺 送给孙子开刺 我买的那个是木头 想到说木头 一定要有一台车床 还要会操作 这个成本太高了 那我就用臭的 到处去找东西来凑一凑 来做一个陀螺 好奇心加上研究精神 谢全妻把家里飞汽器米 全拿来试作 没想到真的让她拼凑出环保陀螺 女生的那个化妆品 从打包到运用到制作环保陀螺 谢全妻摇升为环保达人 四处受邀到校团进行教学 除了推广环保理念 最重要是传授不怕困难 活到老 学到老的创作理念 大家新闻 学宁甄瑞萍 高雄报道